民进党立伪装红路立拼三连霸 在进总成立大会上 民进党总统参选赖清德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以及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都特地抽空来站台相挺 要来展现民进党大团结的气势 而民进党想要拉台选群 这个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骚美琴 当然也就是王牌之一了 虽然他已经反美收拾家当 但他只会在美国短暂的待几天 就会回台加入选阵 支持者高举旗帜 用力挥舞 展现出民进党立委张红路的高人气 张红路挑战三连霸 请来多位党内大咖 包括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和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帮忙拉台选旗 张红路不让我们失望 有帖来解决定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大力支持 苏贞昌拍胸脯保证 子弟兵张红路连任后 绝对能为市民带来最多福利 而民进党不只大打 震机牌争取选民支持 赖清德也带头 对国民党立委马文军的浅见国造 正义发动攻击 民进党持续锁定马文军猛攻 希望能产生外衣效应 打击国民党的区域立委选情 而民进党想冲刺立委选战 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 更是民进党的一大王牌 萧美琴一回台亮相 立刻就造成全台轰动 不过目前萧美琴已经搭上 华航班机低调反美 等到萧美琴收拾完家当后 就会马上带着爱猫回台 加入战局 为民进党再度增添战力 记得中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